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的女护士 由于她的努力 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成为了崇高的象征 她的名字南丁格尔也成为了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马克思曾为南丁格尔的事迹写报道 他说当时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打破成规陋习 只有一个人敢这样 那是南丁格尔小姐 美国大诗人朗费罗作诗提灯女郎 称赞南丁格尔是女性世界的英雄 1820年 南丁格尔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富有的移民家庭 后随家迁去英国 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 她的父母希望她发展文学音乐才能 基深名流社会 而她对此兴致淡然 她在日记中写道 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三条 一是成为文学家 二是结婚当主妇 三是当护士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 而依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19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英国的参战士兵死亡率高达42% 南丁格尔主动申请担任战地护士 前线药品匮乏 水源不足 卫生极差 南丁格尔竭力克服各种困难 为伤病员解决必须的用品和食品 认真护理 使战地医院面貌大为改观 近半年左右 伤病员死亡率下降为2.2% 马克思和南丁格尔是同时代的人 他对南丁格尔的勇敢和现身精神 十分敬佩和感动 曾写过两篇通讯报道 分别刊载在德国的新奥德报 和美国的纽约论坛报上 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 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成规陋袭 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行动 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那是一个女人 南丁格尔小姐 她确信必须的物品都在仓库里 于是带领几个大胆的人 真的撬开了锁 并且向吓得呆若目击的军需官们说 我终于有了需要的一切 现在请你们把所看到的都告诉英国吧 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 马克思的报道 让南丁格尔的事迹为世人所知 最终维多利亚女王也受她的影响 推进了军需及医院记录分析方面的改革 在战争期间 南丁格尔负责四所英军战地医院的护理工作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她提着一盏小油灯 沿着崎岖的小路 在四英里之遥的营区间查看 当时的伤病员记录到 当她来到时 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 然后在满足地躺回枕头上 这就是碧影之吻的来历 1860年 南丁格尔用英国政府奖励的4400英镑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 被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南丁格尔是时候 世人将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